会上 佛才这么说 49 所以未曾说 我为什么会说呢 没有说呢 不是我不想说 而是说的时机 因缘还未至故 今天法华会上 佛讲完法华经 再完讲涅槃经以后 佛就入灭了 佛就离开了人间了 所以佛一生是80岁的 所以可见佛讲这个 《妙法莲华经》的话 有一点辟语像什么 落日的夕阳 是非常殊胜的 全部的天空都是金色的 那佛呢 像讲《华严经》的时候 它像早上起来 旭日东升的太阳 所以在中国里面呢 说旭日东升的太阳 是什么 《华严经》 正中午的太阳 譬喻是什么 般若波罗蜜 六百卷大般若经 而佛入灭的时候呢 最漂亮的太阳 夕阳是什么 《妙法莲华经》 所以《大乘佛法》里面 《华严法华》跟《般若》 这三个是很重要的经典 不管你修什么法门 修禅也好 修净土也好 修其他的法门 我实际的好 能够读这三本之音呢 是非常有善根 有福报的 因为这是《大乘佛法》的三个精华 所以他说 你看我今天到现在 我讲经说法 这么多年 要入灭前 我一直等到现在 因缘才成熟 所以我决定说 大乘《妙法莲华经》 可见《法莲华经》 是功德力很大的 五十颂 我此九步法 随顺说 九步是指 佛有讲九类的经典 为了随顺众生说 有些是讲天人的经典 有人讲消灾免难的经典 有人讲僧文的经典 有讲菩萨的经典 是讲九类的经典 其实讲这些的经典 我的目标是希望 他进入大乘佛法 入大乘为根本 所以我说《妙法莲华经》 这个是讲 Systematically Theorial 讲道理 接下来五十二 再翻过来 丑二 讲人 那哪些人是适合修这种法门呢 The Qualified People呢 请看下面 五十一颂 若有佛子的心很清净 很调柔 很柔软 而且他有多生多结 很殊胜猛利的善根 在过去无量诸佛所呢 他就已经听闻佛法 学佛法行圣身的六度波罗蜜 这样子他就有善根 听《妙法莲华经》 第二个五十二授 若此诸佛子 应该为他讲大乘经论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人是大乘根性的人 我受济如是的人 将来在无量节 无量节 无量节一定会成佛 所以看到这一段 我也应该公开赞叹大家 这几天大家欢喜听《妙法莲华经》 你就是有善根 无量的福德 而且欢喜的 希望我走了以后 应该发心念《谱贤行愿品》 跟《法华经》 《法华经》你起码念《谱门品》 如果念过《谱门品》的人 还不够 念整部《妙法莲华经》 一天念一品 有些品比较长 有些品比较短 然后呢 如果比较短的呢 可以念两三品 一天起码念个半个小时 然后念佛 或念六十大明咒 或念什么 都可以回向求生极乐世界 不要呢 师父来的时候 啊 法喜充满 啊 师父走的时候也这样 到年底的时候就到这样 明年我来的时候 搞不好我在了 你却不在了 对不对 不知道去哪了 要精进 要精进 听到了已经很有福报 那要更精进的修 你好好修 是来世一定会成佛的 那就要看每个人的功德力 五十三 以身心来念佛 这里的念佛是广义的 念一切诸佛的功德 我今天晚上会讲 后面还会讲 而且要发心持境界 在家居室要先从三规五戒 八观哉戒开始学起 出家人也要严守自己的戒律 若不幸内有烦恼 外有恶缘 现前的时候破戒了怎么办 忏悔 念普贤行愿品 是最好的忏悔 因为普贤行愿品 可是金中之王 念法华经也可以忏悔 但要很专心念 此等闻得佛 大喜充遍身 所以能够听到 《妙法莲华经》的人 心都非常的欢喜 常常会思念一切诸佛的功德 修持境界 所以它是法喜充满 叫大喜充遍身 五十四宗 佛知道彼这些人的心形 所以他为他说大秤 身闻若菩萨 若闻到我所说的法 乃至一记记 将来成佛 绝对没有怀疑 接下来再看 丑三 五十二页第三十行 请做个记号 如果你有比的话 五十五宗 这个是整品 法华经方便品 全部全部的精华 就是在五十二页第三十行 C二五十五宋 请做个记号 把它背起来 刚才不是说吗 你也以一首祭宋 都可以成佛 那起码你就背这首祭吧 十方佛土中 唯有一成法 无二亦无三 除佛方便说 但以假名字 引导于众生 说佛智慧故 这个我在第一天有讲过 现在我讲详细一点 听过的专心听 没有听过的也要仔细听 十方佛国土当中 只有一称法 也就是成佛之道 没有二称 大称跟小称 也没有三称 没有声闻 圆觉 菩萨 那这个三称 现在若广义的说 也可以讲南传 北传 跟藏传 这是我解释的 这些法门 都是佛的正法 但它只有一个方法 帮助你怎么样 快速成佛 叫一称法 除了佛 善巧方便说 说什么呢 说 十善业道经 八大人绝经 父母恩仲难报经 这些都是方便说 当然也是佛法 但是那是出击佛法 for beginner 佛为什么要用呢 这里讲 但以假名字 假名字是指 从世俗地 佛为了要利益众生 来到人间 当然他要随顺众生的语言 举一个例子 看这里 我那天说 这个茶杯 茶杯是我们给他的名字 假如呢 我们大家都在叫猪头 那就每个人都叫猪头 对不对 假如我现在口渴了 好 我需要茶杯 我一定会说 来 副法干部 帮我去拿一个茶杯 茶杯虽然是假的 可是我都故意用另外一个 你帮我去拿一个木鱼 事实上我口渴 他拿一个木鱼就拿错了 所以听好 虽然了解了缘起性空 可是你身在世间 你也要学世间的知识 你才能够引导众生 了解吗 就像每个小朋友 一出生你都要教他 一加一等一二 对不对 久久成发表 你如果都不教他的话 到7-11或supermarket的 找的钱啊 都会找错啊 那个不叫智慧 那叫愚痴啊 你不能跟他说 空性啊 对方说 好空性 那你钱通通给我吧 不是这样 这样把世俗地跟圣意地 混淆不清 不是这样解释的 所以听闻佛法要用心 佛从世俗地的角度 他来了人间 他还是会视线生老病死 他还是要吃饭 他还是要上厕所 他还是要打坐 他还是要休息 但是佛的心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睡觉的时候 做梦还做噩梦 佛在睡觉的当中 入定的时候 他定中还可以分身 度无量众生 所以他上面讲 引导于众生 从世俗地的引导 进入到佛说智慧固 这里的智慧是指 圣意地的智慧 一切种智 当然更高的智慧 在《般若经》讲是超越 世俗地跟圣意地的智慧 所以这首寄宋非常非常重要 请背起来 接下来丑四 请看五十三页 第四行 宋行 五十六宋 诸佛出现于世间 我有一个真实的目的 其他的都不是真实的 佛从来不会以小乘法 就地众生 为什么呢 好 五十七颂 请画起来 五十七颂 也是很重要 你会常常听到人家讲 佛自助大乘 如其所得法 定会立庄严 以此度众生 这首寄宋也请做个记号 佛 他绝对不会用小乘法 比如举个例子 我先举例子 你会比较懂 我们再来看经文 比如说你现在在新加坡国立大学 你得到PhD 你是数学博士 你懂得最高最高的数学 现在有人来跟说 教授啊 你帮我教数学给我好吗 教教我的孩子 那当然他要看他 你有没有学过维基分啊 几何学啊 你没有学过 他当然就先教你啊 他怎么会一教你 你教什么 最深的诺贝尔数学奖的 这个最高数学吧 不会的 刚开始你不适合的 他没有自私 只是他要先从开始的教你教 慢慢慢慢教 教到最后了 他才会把专业的知识交给你嘛 同样的 佛也是如此 佛虽然成佛了 他证悟甚深的 缘起信空的道理成佛 可是 他不会一下子就教你缘起信空 因为太深了 所以他讲 他一生从来不会以小乘法帮助众生 反过来说 为什么会小乘法帮助众生呢 因为你只想要学小乘嘛 就像一个学数学人 你跟他说 教授你不要教我太深了 我只要学几何学就好 而且学这个 好 那我就教你这个咯 其他因为你不想学嘛 所以佛 成佛之前要法门 无量誓愿学 四宏誓愿是过去 现在诸佛都这么发的 那至于佛本身啊 他是生生世世都安在大乘的菩提心中 请看五十七宗 佛心安住在大乘的菩提法里面 菩提心当中 如其他所证悟的佛法 是通达过去 现在未来的 佛为什么这么庄严呢 有定慧力 把定慧画起来 定是指 慧是观 可见指观很重要 佛呢 生生世世有 戒定慧的功德力 这里虽然没有写戒 其实它是包含戒的 因为寄送的字数不够 是戒定慧三种双严 所以它才有功德力 去感动别人 所以我们常常要 劝我们的朋友或家人 你劝别人之前 你要想 我自己做到了吗 你自己没有做到的话 你是劝不了别人的 还有很多爸爸妈妈 会要求小孩子 你要这样这样这样 小孩子说 爸爸妈妈 你自己都没做到啊 所以他不相信 你讲的话咯 同样的 你要度众生 先要度你自己 度什么 度你自己的贪嗔痴 转化你的身口意 你的身口意都清净了 有定慧力庄严的时候 你讲一句话 都可以感动别人的 这就是佛 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 看五十八宋 佛自证无上的道 所以他有大乘法 他以信修平等心 把平等化起来 这就是华言经讲的 礼敬诸佛 听好你每天去拜 观世音菩萨 你恭敬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也不敢看清你 虽然你很苦 你是凡夫人 每天卖香花棍狗 煮来求观世音菩萨 但是你们看到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也跟你合掌啊 为什么 虽然从轮位的角度里面 你是凡夫 可是观世音菩萨 不但看到你的过去 现在未来 他帮助你 观世音菩萨也看到你啊 有佛性 所以你将来也会成佛 所以真正在佛里面 看所有的众生啊 是平等的 这个才叫礼敬诸佛 所以你可以看到 佛也生生世世修平等心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证明 所以所有的诸佛都修 如果佛又继续讲说 假如我以小惩罚 乃至于对一个人 这样子讲的话 我自己呢 就堕入了尖滩 这样的事情 我是绝对不会做的 可见佛苦口婆心 除了满你的善 你的愿望 看你的善根之外 他就是希望你能够成 究竟一善的佛果 接下来再看下面 五十三页第二十五行 子三 诵劝信 分二 丑一 举果欠信 首先佛 他举佛的果 拯救无上的佛果 劝你来相信 接下来要劝你的音 这一段请注意听 这待会儿跟我要教的 念佛有关系 请看 五十九诵 若人相信佛法 皈依三宝 如来绝对不会欺狂 如来绝对也没有 贪嗔痴 嫉妒的不好的念头 而且如来 虽然视线在五座恶事里 但是他断了各种 所有法当中的恶法 所以佛 虽然道价子长度众生 绝对不会说 佛来了 他的贪嗔痴还很强 那表示他不是佛 我举个例子给各位听 看这里 当黑暗的时候 太阳突然升起 天快亮的时候 太阳出来了 黑暗是不是就消失了 对不对 看这里 太阳出来的时候 请问太阳会说 黑暗不要走 来 我把你吸进去 太阳里面 光亮里面会有黑暗吗 绝对不会 太阳本身就是很光亮的 用这个例子注意听 太阳比喻是佛菩萨的道价慈航 黑暗 黑暗代表我们众生 五着二世 虽然佛菩萨 他道价慈航来度众生 他纵使视线人 做你的爸爸妈妈 但他的心是清静的 他绝对不会教你 来 我是佛菩萨 没有关系 一切都是空的 我们可以做沙道云望角 那是魔 我先提醒你 末法时代 很多很多这样的人 不管南传 北传 藏传 在家 出家 你都要小心 他讲的 跟他做的 是不是跟佛经一样 这才要判断 你怎么选择善知识 我只能点到为止 你要用你的智慧判断 纵使他是什么仁波切 什么什么转世转世 那你要看他的行为 是不是清静的 假如他连五戒十善 都守不住的话 我跟你说 你也就不要跟他吧 跟释迦摩尼佛比较好吧 跟法华经理 还可以成佛的啦 对不对 所以 断诸法中恶 佛的千百亿化身 道价慈堂 他绝对不会说 我是寄功活佛 对不对 男女都没关系 我都不执着 那个是魔 知道吗 再看六十寿 顾佛在十方 他非常的尊贵 没有各种恐怖的 为什么 因为他心坦荡荡 我以向延伸光明照世间 请看幻灯片 把这两句画起来 待会教你念佛观想 观想念佛 就要观想佛 它是会放光 像太阳一样 阿弥陀佛 你念的时候 可以观想 它像太阳一样 从外面照着你 因为佛本身 就会放光 先把它画下来 这是一个修行的方法 无量众所尊 无量无边的天龙八部 乃至于天上的大凡天王 第四天 都会尊贵 尊敬 顶礼释迦摩尼佛 为什么 因为他身心就定清静 为说十相印 他正到缘起信空的 十相法印 所以为什么 他值得我们恭敬 值得我们皈依 值得我们顶礼 这样我们要发愿去学习 这是讲佛的无上佛果 来得到我们相信 对不起 你要换片子吗 好 可以继续啊 好 你确定 不会录下来是空性的 那你要再讲一遍 好 请看 丑二 举因 劝信 现在 刚才讲果 现在讲因 让你相信 看六十一宗 舍利佛当之 我释迦摩尼佛在因地发五百大愿 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我的愿心 我希望度一切的众生 等同我一样都成佛 六十二宗 如我过去所发的愿 我现在已经圆满具足 功德圆满 所以我能成佛 教化一切众生 皆令入无上佛道 所以同时在金刚经里面讲 释迦摩尼佛也发愿 我要度尽 虚空无量无边的众生 入什么 无余涅槃 可是实无一众生 得度者 对不对 接下来再看五十四页第二十行 请看 紫四举五拙 接下来就讲 我们众生 为什么正可怜 深深是在轮回呢 因为我们的烦恼很出众 贪嗔痴很多 所以我们投胎 生存的这个世界 灾难很多 大自然的这个破坏力很多 纵使我们现在在新加坡很舒服 无常一来的时候 谁都不能担保 是怎么样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众生造了 五拙恶世的恶业 请看 丑一 总名五拙 长大 六十三项 若我遇到众生 我先会用神通 观他过去 现在未来的因缘 尽心尽力地教导他 成修无上的佛道 可是很可怜的 凡夫众生都无智者错乱 没有什么智慧 常常迷惑 而且不接受我的教话 所以中国古大德说 常常说 居士们是听骗 不听劝 中国的高僧说的 就是居士苦口婆心里 劝他要修戒定会 他就说 师父你讲得好慢 好久 他都希望人家骗他 对不对 用一些就刚才我讲的 那个居士不是问我吗 师父有没有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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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他就希望呢 做一些奇奇怪怪东西 他就觉得好骗 还有一种呢 有些居士呢 就很喜欢师父 跟他说 哎呦 很漂亮的话 我跟你很有缘 你是我过去的谁 谁 不要相信这些 过去是就过去是了 你过去是国王 可是你现在就不是国王 So what 我觉得这边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都会呢 想要去抓一些答案 回答一个问题 好 那我想到了 因为你们太多问题了 他有些经文 你听了你就会有升起智慧吗 对不对 慢慢来 师父 我在静坐的时候 如果看到了一个菩萨 把一个波交给你是什么意思 答案是没有意思 那叫妄念 不要去猜 不要去抓 当然你可能希望师父说一些漂亮的话 我讲个例子给你听 有一个脸友就这样 他呢碰到我 他说师父我没有遇到你之前 我就看到一座高山 我上去爬 爬了一半的时候 就不见了 可是呢 我听了你讲普贤行愿品 他说 哇 法喜充满 他真的很精进念普贤行愿品 也听我的经 然后我有一天又做梦了 我不知道是你啊 跟不是你啊 我也不清楚 反正你梦中很庄严嘛 然后我就开始爬 爬爬爬爬 爬到山顶的时候 我看到一座好大好大好大的佛 结果我要顶礼的时候 佛就不见了 师父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这样微笑地看着我 结果呢 我就跟他讲 没有什么意思 看到了吗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若见诸相非相 极见如来 他就 嗯 假如 你会说 哎呀师父你真的太酷了吧 没错 我真的很酷 因为我不会讲很多好的字 让你觉得 哦好舒服哦 我跟师父一定素食有缘 我修得不错 然后呢 你看所有的地址里 我最庄严 最精进 那会让你继续轮回的 听考 最后一句话 我讲这样的话 只会增长你更多的染污贪拙的 这几天奖金不是告诉你吗 所有都是缘起信空的 没有什么意思 其实你看到这个菩萨是幻境 不是真的菩萨 那你会说 师父你怎么知道 你多读一些禅经就知道 难道你就很希望吗 哦 这个菩萨可能是什么意思 你可能跟哪个菩萨有缘 那个菩呢象征呢 你头将来出家 头光光 难道你就喜欢听我讲这个吗 答案是 没有任何意思 挺好 这就是禅宗为什么讲 佛来佛展 磨来磨展 所有东西 就像境界一样 看录影大一样 你看再好的奥斯卡金像长的电影 电视一按了 什么也都没有 你看鬼片 再怎么恐怖 下了一身冷汗 一按 什么都没有 所以这位联友 我倒是希望你 静坐之前念二十一遍 般若心经 你才不会有这么多幻境 这是我真心的 好 再看 丑二 别名五丈 第六十四诵 我知道此众生 未曾修善本 兼着于五欲 痴爱顾身脑 我知道所有的云云众生 请看幻灯片 都从来从来都没有修过很多的善根 善根是什么 闻思修 戒定慧 就是你的善根 反而他在生生世世呢 轮回里面都非常的固执 很执着于五欲 所以他很愚痴 喜欢的就贪爱 就占有 不喜欢的就称恨 甚至就毁掉对方 你看众生就这样 所以生了很多的苦恼 六十五诵 以各种五欲六成的因缘 所以生生世世 坐在三恶道轮回里受苦 轮回六去当中 被说各种苦恼 老实说 这些苦恼都是自找的 也是很冤枉的 为什么呢 苦本来就没有多 结果你自己忘念很多 就会变成苦上加苦 接下来再看下面 六十六诵 受胎为行 他的意思说 当我们呢 投胎做人的时候 慢慢事情就增长的时候 我们每一世当中的增长 增长了什么 都是增长贪嗔之多 我们增长福德智慧 却比较少 所以很薄的福德的人 没有福报的人 当然他就为很多痛苦所逼闹 六十七 再不幸 假如你碰到了外道邪师 进入邪见仇灵 进入感应神通 看三世英国的 那就更可怜更可怜了 因为呢 若有若无等 听好 你就每天会抓 哎呀 我今天要不要呢 我又看到了一些东西 我又听到一些东西 其实都是幻境的 所以为什么佛从 升文界的当中 不可以出家人去学 算命 看风水跟占卜 就是你会变成很执着 世间 这是一个善巧方便 中国从古至今 就有风水 就有算命 就有八字 我没有否认 可是作为佛弟子啊 最好远离 你知道一切都是你的业 因缘果报 怎么算啊 都还是要从修行礼上下手的 不然你的心每天都是呢 若有若无 今天看到鬼 明天观音菩萨 教我特殊的方法 明天地藏菩萨 又为来跟我加持 那都是幻境的 都不是真的 知道吗 医子这样的邪见呢 会具足六十二种过失的 六十二种过失 我没有时间说 在其他的经论里有讲 接下来六十八 身着虚妄法 坚受不可舍 虚妄就是说 很喜欢讲一些 就是很高的 我觉得有些佛教徒 在座很多佛教徒 都是很有善根 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 有时候有些呢 善知识说法 很喜欢讲两类 我觉得有一点 跟这个经文讲的 第一个 就是讲得非常浅 浅到佛法就是生活 生活就是佛法 什么都是禅 什么都是口头禅 其实这样的 不是真正佛法 我可以告诉你真话 为什么 因为佛法 它有它的次第 它有它的界定会 比如说四第 十二因缘 三十七道品 六度 十第 佛它有很深奥 一层一层的教法 你要花时间 去学这些真正的教法 你这样子 这一生才会要 深入精湛 智慧如海 否则你只是 佛法既生活 生活既佛法 请问什么是法 你也不清楚 第二种是吗 故意讲得很深 很玄妙 没有人听得懂 只有我是最高的境界 那小心 那是大我慢 那也是另外一种障碍 这个写在 般若波罗蜜经 般若波罗蜜经 提醒菩萨说 若有菩萨摩赫萨 修般若波罗蜜 不可以有教慢心 不可以有大我慢 假如菩萨摩赫萨 认为自己 我生生世世的善根 只有我才读到 般若经 你看我善根最深厚吧 然后轻视 所有一些出发心的菩萨 佛说 这个菩萨是大我慢 才是最大的魔障 听懂吗 听懂我讲这一段话的吗 因为他认为 只有自己修得好 三千大千的世界 都修得不好 同样的注意听 听完法华经 要谦卑一点 哇 法华经这么殊胜 你看我是成佛的法门 你看我修得不错 他们都没有修 那个叫大我慢 我慢是你的魔障 知道吗 所以谦卑一点 所以也不要佛法 生到完全听不懂 然后动不动就 嗯 嗯 嗯 这样子 那个不是正法 我绝对不会用这一招的 我可以告诉你 因为我若用这一招的话 我自己会躲阿比地狱 我对不起释迦摩尼佛 我对不起三世诸佛 我更对不起一切众生 了解吗 他有他的因果的 接下来 坚守不可舍 我们常常呢 喜欢抓一些东西 舍不得把它放下 我慢就会越来越高 学佛又久呢 傲慢心越强 心就越产驱而不真实 这样子的话 是跟佛性不相应的 接下来六十九 于千万一劫不闻佛名字 亦不闻正法 如是人难度 他说我们的众生啊 从六十四宋到六十八宋 就是生生世世都在五浊恶世里 造了很多恶业 遇到很多的邪师 然后又喜欢一些奇奇怪怪的特异功能 感应神通 所以这些障碍 障碍自己内心的佛性啊 像太阳一样不能够展现 各位看 虚空当中有太阳 万丈万里无云的时候 太阳是很亮的 你看太阳只有哪一个情况会被遮住 乌云来了 了解吗 乌云遮住的时候 你看不到太阳 或下雨天的时候 整个新加坡呢 还就没有太阳 前几天台风 整个的台湾全部都是台风 也看不到太阳 可是虽然乌云遮住了 太阳还在不在 回答我 对 没错 这个比喻就是说 可是太阳的光芒啊 却被遮住了 讲这个例子告诉你 乌云就是你的贪嗔痴 就是你的夜跟烦恼跟习性 而这个太阳就是你的佛性 虽然你现在在轮回 虽然我们坐在这里是人 可是呢 有一天你慢慢修慢慢修慢慢修 把乌云都去掉的时候 恭喜你 你的佛性的太阳还是在的 那为什么有人千万一截 听不到佛的名字 也不欢喜文正法 如是人难度呢 因为啊 他的那个乌云啊 厚到呢 连风啊 吹都吹不动 嗯 就像镜子上面的 很多乌尘 用刀子刮都刮不掉的 那就是嘛 生生世世造了很多恶业的 了解吗 好 接下来再看五十五 好快要讲完了 加油加油 丑三 明为五拙 故说想 五十五页 二十六行 好 明五拙 故说想 请看一下英文 会比较留见 comparing the temporary nirvana as a small achievement specially toward this world full of the five type of defilement 中文里面 明五拙 五拙就是 five type of defilement 五拙二十 大家知道 这里讲说 与战时的涅槃 temporary nirvana 来比的话 nirvana是很小 以成佛的早度来讲 跟nirvana来比呢 当然成佛是比较大 所以他说 故说想 所以英文讲 comparing the temporary nirvana as a small achievement 正阿罗汉果虽然是很好 可是它毕竟还是小的 暂时的涅槃 尤其对于成就无上的佛道来讲呢 它是很微小的 所以请看祭宋七十 事故舍利佛 我为了善巧方便 说各种 说 敬 诸 苦 道 这里讲是苦 极 灭 道 四圣地 所以讲 涅槃法 这里的涅槃是指 有余涅槃 有余涅槃 接下来再看 丑四 明为大 是小 小至五浊 大愿得心 这里的大 是指无上佛果 小是指涅槃 好 先看英文 就是这个意思 看得懂英文的就懂 意思是说 释迦牟尼佛 它是可以证悟 这个广大的愿力的 所以大愿得心 它讲大 是针对小而说 事实上 以圣异地讲 没有大跟小 可是从世俗地来讲 有余涅槃 还是小的 无余涅槃 才是大的 那有余涅槃 为什么也很重要呢 因为在五浊二世里讲 成佛 成佛是很殊胜 但是你还没有办法成佛 你先证阿罗汉 也是圣人的 这是他的意思 所以最后 他发大微愿心度 一切的众生都成佛 看七十一颂 我虽然说 涅槃法 事实上 它不是真正的 究竟真正的涅槃 这里讲涅槃 第一个涅槃是指 有余涅槃 不是真正的 而不是真正的灭度 真正的灭度 叫做无余涅槃 他说 诸法从本以来 是不生不灭的 常至极灭相 极是极静 灭是 他本来就超越生灭的 就像我前几天讲的 新经理讲 不生不灭 不够不静的 这个才是真正的真理 所以佛子 应当要发六度万行 行菩萨道 来世一定最会作佛 所以在法华经 很殊胜的是 五百身文弟子 所有的身文证 也会成佛 这是他功德力的地方 接下来看最后一段 五六 此五 诵不虚 without any delusion by verses 请看 七十二诵 我有方便力 开示三称法 一切诸世尊 皆说一称道 这个并不难 七十三 今此诸大众皆因 除疑惑 诸佛语无异 唯一顿号无二成 说 我有善巧方便的力 所以在五卓二世里面 可以开示三称的教法 一切诸佛 他说的真实话是一称法 现在今此语惠大众 你应该除去你所有的怀疑 跟迷惑 对佛所讲的话 应该完全百分之百的相信 因为佛是没有二成三成 唯有一佛成 今天经文先讲到这里 是个段落 我先讲一下 维摩杰经的一个故事 维摩杰居士呢 他是荆树如来的化身 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 他是视线出家的佛 都众生 而维摩杰居士是在家的佛 所以回答一下 在家居士可不可能成佛 答案是可以的 但是你要非常精进 至于现出家跟在家 在《华言经十字品》里面有讲 这个是看你个人的愿力 当然从持清净泛衡的角度来讲 出家的功德是比在家大 所以出地欢喜地菩萨 看在家出家都可以证出地欢喜地菩萨 可是出家的菩萨 他的神通力比较广大 在家居士的功德力比较小一点 这还是有差的 请你去看《华言经十字品》 我要讲的故事就是说 当这个维摩杰居士呢 他变才无碍的时候 后来呢 他视线了他的净土 无动如来 这个时候啊 那个世界的众生啊 无动如来就派大菩萨说 请你代表我去 释迦牟尼的佛国土 佛要讲经了 但是你要不要生焦慢心 他说因为释迦牟尼佛的大悲愿心啊 这个世界的众生是五着二世 个子都很小 也很丑的 都不庄严的 你是呢 八万四千的大菩萨 相貌这么庄严 所以去的时候 你看到佛是小小的 但是不要生清慢心 这是众生的业 同时你要对佛很恭敬 那边有大智文书施力菩萨 智慧是比你高的 他佛就叮咛他 后来呢 他们就呢 无量的八万四千大菩萨 就走大宝莲花到娑婆世界来 听释迦牟尼佛讲经 问唯摩洁居士 最后他问了一段话 跟这有关 他说唯摩洁居士 娑婆世界五着二世 这么难行难行 你们能在这边修行吗 你本来是东方的大菩萨 金树如来的化身 怎么你跑到这里来呢 这里很苦的 他说菩萨摩河沙 凡所有相都虚妄 哪有苦跟不苦的相呢 他说就是因为 释迦牟尼佛 在这五着二世度众生 注意听下面一段话 在这边修仪士 胜过于你在那边的净土 修百千万一劫 他说为什么 因为这边的众生 就是很苦 业力很重 所以在这里 难行能行 难忍能忍 所以在这边 修仪士的功德 胜过于他方国土 百千万一劫 所以菩萨 你不要轻视 释迦牟尼佛的功德力 更不可以轻视 南瞻布州 这些受佛教化的弟子 他们都是很有善根的 听懂这段话吗 我要鼓励大家是说 我们虽然在这里 对不对 苦啊苦啊苦 不过有时候 也应该告诉自己 鼓励自己 虽然很苦 可是苦的有意义 苦的有价值 英文讲 make your life become more meaningful and beneficial 比如说举个例子 你现在去医院 去看病人 哎呀他得到了cancer 然后你也听到这样 哎呀我也得到cancer 假如没有学佛法人 就哀哀叫啊 对不对 就怕死啊 可是假如 因为你的cancer 或看的病人 你劝他看 师姐啊 师兄啊 在医院里啊 有比你的众生 更多更苦啊 在你的病床旁边 他都没有你的善根啊 他们都没有学佛啊 这时候啊 他就会因为病苦 而生起大悲心 这个功德就无量无边 听懂我在讲什么吗 所以你应该转 所有的痛苦 障碍跟烦恼 变成你成佛的资粮 这样子的话 你这一生虽然苦 但是苦的很有意义 假如你好好用功 功德力可以够的话 将来当然会在极乐世界见的 好 今天经文讲到这里 先不要鼓掌 我下面要教 敬 OK 先教念佛好了 我本来要教一首 密了日巴正道歌 但是时间不够了 好 现在 先讲念佛法门 看 今天介绍 观想念佛 迟迷念佛 跟违心念佛 先看观想的重点 好 我把幻灯片打开 请切换幻灯片 有些人有考 第一个 昨天叫你看自己的念头 对不对 念头很重要的 念头的力量很大 待会我们会练习 先身体放松 然后呢 手放着 可以叠加幅座放着 待会还不要做 我现在讲 先训练你的心处 那依你这个念头 很清楚的时候 就是你观想的 这个基础 接下来 你开始可以修 观想念佛 注意 观想念佛 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 心要很清楚 而不散乱 Your mind is clear and not lost or saying not messy 所以在你念佛 或诵经之前 先把心静下来 静坐一下 五分钟 然后 心不散乱的之外 还有心不可以绷太紧 二 心要完全放松 Mind is totally relaxed 看这里 我们凡夫的心 常常这样 像念珠 看这里 看这里 早上要工作 家庭 婚姻 事业 补习 你太多的心绷了 绷太紧的时候 啪啪 会断掉的 所以 当你回来 假如家里很累的时候 先冲凉 或吃个饭 先心放下来 完全放松 什么都不要想 不要想 不是呆呆的 先要练习 举个例子 我给你听 比如说今天你们家 老公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party 生日宴会 哎呀你招来 很多很多的人啊 很多人来很高兴 结果送客走了以后 你要收拾碗筷 收完收完以后 到12点 我终于收完了 躺在床上 那个叫心 完全放松 听懂吗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待会我们要练习 什么都不要想 那你说 师父 什么想 不要想 我是白痴 不是 这时候 你很清楚 我 什么都不要想 所以你的头脑 是正念正知的 知道吗 这样子的话 心完全放松 而不散乱以后 接下来开始你心里念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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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 第三个 所观想的对境 要很清楚 可以观什么呢 请看幻灯片 下面 观想的方法 我全部打出来 我这次想教大家的 有三类 第一个外境 Outside object 你可以观 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的净土 也可以 你就想 前面有 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 大师之菩萨 莲池海惠佛菩萨 你就想 心的力量很大 你有佛性 你就这样想 这个时候 不是妄想 是按照经文 去做正思维 你也可以观想 西方三圣 就像这里 佛教青年红法团的 是站的 也可以 你也可以看到 观无量寿经 是用做的 也可以 第二 假如你觉得 师父 净土太多了 我观不到 我观一个 可不可以 可以 你也可以观一尊佛像 你很喜欢观世音菩萨 你就观世音菩萨 也可以 你就是把他的心 定在那里 但是定在那里的时候 注意听 不管你开眼睛 或不开眼睛 你专注在那里的时候 你的心也在那里 我昨天有个举例 看到了吗 这里是沐浴 你看 我眼睛在这里 沐浴 突然我脑筋想 哎呀 待会要吃榴莲 给浪的榴莲 现在在大折 这表示 你眼睛看到这里 可是你的心跑掉了 知道吗 这个不可以 你要眼睛看到这里 你的心也要在这里 同样的 多说一句 持民念佛 听佛的佛号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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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听听什么 听在耳朵旁边 就在这里 你声音听得到 你可以听自己的声音 你可以听别人的声音 细节持民念佛 不要急 我在明天才会教 我今天是教观想 我的重点是说 你的心到哪里的时候 它的静也是到那里 而不是乱乱跑的 了解吗 所以你可以观阿弥陀佛 也可以观阿弥陀佛的 眉尖白豪像 这是第一个 外境 好 先看幻灯片 中国有云冈石窟 有一个中国千佛窟 里面是为什么 刻西方三圣呢 就是古来的石窟 它是要你观想用的 你现在去大陆 像云冈石窟 或洛阳龙门石窟 这些不是只有 让你观光的 古代当然帝王做功德 也可以诵经拜灿 但是为什么石窟呢 石窟是冬暖夏凉 让你禅修用的 你坐在那边 然后你就观想三尊佛像 在你面前 了解吗 第二个 这个是清朝 一个居士化的 故宫博物院的国宝 西方极乐世界图 这在台湾跟新加坡 都非常的流行 很好 前面有莲花化身 我自己住的房间 我也供这张 我每天都顶礼 礼拜 我坐在前面打坐 就是告诉你 极乐世界是这样 当然这里的图是 非常的庄严 按照观无量寿经画的 所以观音试制是做的 假如你观不清楚 可以观其中的一部分 看下面一张幻灯片 你就专注在 阿弥陀佛 或观世音菩萨 或是专注呢 就在三尊的佛像 你不用执着 不要担心说 师父 我看不清楚 不用 你就感觉它在那里 你的心就安住在那里 英文讲 You just feel that they appear in front of you The most important is you feel that point 听懂英文的 你就听得懂 意思是说 你就重要的是 感觉它就在你的面前 这样就可以了 你的心就会定在那里 假如你觉得 西方三尊 三尊 你的心会动 一下跑到阿弥陀佛 一下跑到观世音菩萨 一下跑到大师之菩萨 没有关系 我先讲静 待会心一定会动的 跑掉的时候 没关系 再回来 眼睛眨一眨 然后再专注在那一点 没关系 好 接下来 你也可以在外境 看一张阿弥陀佛的佛像 所以建议各位 你学净土中的人 应该选一尊 你最欢喜的 不管画像雕像的 阿弥陀佛 你就常常想 常常想 灵命中的时候 佛本身是无像 他就会现那一尊像 来接引你 像这张是道正法师画 有些人看到就很欢喜 可是有人觉得呢 可能其他画的 他比较庄严 那没有关系 接下来 重点有一个 你要观 佛的身体 是彩虹一般 是透明的 这一点请写下来 这是很重要的 不要观 佛呢 是石头的 黄金的 听好 假如你这样观 虽然你认真 你越修 会越执着 因为你觉得 它是真的 到时候呢 注意听 越执着的 就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你现在有一天 观一观 砰的一声 你就会吓到 哎呦 我听到一声 好大声的阿弥陀佛了 其实这个阿弥陀佛 从哪里 从你内心的 那个执着来 其实外面 根本没有叫阿弥陀佛的 然后呢 假如你很执着 你说 哎呦 师父 我今天看到了 阿弥陀佛 本来这么小尊 好大好大好大尊 大到 哎呦 我看新加坡 几十层楼 其实那个也是 你的幻境 为什么 因为你执着 你把你观的 阿弥陀佛 有形象 有尺寸 有大小 所以它才会 变大变小 听懂吗 所以为什么 你们很多年 有来问我问题 我可以知道 告诉你说 这个是真的 那个是假的 因为我有很多 经论的基础 还有我也有 禅修的基础 当然我也有 我的老师教我 知道吗 有些是真的 有些不是真的 你要能判断 现在一个重点 待会你观想的时候 要观想 阿弥陀佛像彩虹一般 怎么像彩虹一般呢 就像天上的云 你有看过吗 对不对 软软的彩虹一般 透明的 就像在梦境一样 那不能观呢 就像你可以像什么 水 水中的月亮 你手伸进去 你可以捞得到月影吗 回答我 水里面的月影 你手伸进去 可以捞得到吗 对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透明的感觉 透明的感觉 阿弥陀佛是很庄严的 万丈庄严 你可以观金色的 没有关系 白色的也可以 彩虹的没有关系 对不对 实际上佛是什么颜色都很庄严的 但重点是 不要观它是硬邦邦的佛像 那你假如硬邦邦 我也曾经教过学生 硬邦邦 有一天他打着 哎呦阿弥陀佛 脚踢到我的头啊 其实那就是你的幻觉 知道吗 所以重点是要观彩虹一般 好 你也可以观这张 这张是最好的 我最喜欢的 以前我在新加坡流通过 是道正法师的佛像 我用相机把它拍 它的脸 眉尖白好像 观阿弥陀佛两个眉毛的中间 然后你就中间 因为它的中间是整个脸的圆 可以告诉你 当你观的时候 有时候你会觉得这样 突然面前阿弥陀佛的脸 就现前的立体一样 算透明的 然后你心就非常非常清凉 很宁静 很好 没有关系 不要去执着 它待会就消失了 这代表你的心 圆在一个镜上 那这个眉尖白好像呢 是释迦摩尼佛在 观无量寿经 亲自教的 所以这个也是很好的方法 所以你 当然有人有时候说 师父那我不太喜欢它中间 我可以关它的鼻子啊 或者嘴巴啊 我喜欢它的耳朵 可以 你就把心定在那里 不要动 跑掉的时候再回来 跑掉的时候再回来 这样了解吗 你们到底有听懂还是没听懂啊 好像大家都修得不错的样子 好 我们先来练习 第一个 先专注自己的念头 昨天的看念头 然后第二个呢 我们才开始练习 观想念佛 好 那我可以建议你 你观这张阿弥陀佛 会是最好的 对 我们做两个练习 第一个练习 什么不要拿念珠 好 请坐 背挺直 不要用力 也不要缩 脖子也是正的 手可以这样摆 也可以这样摆 好 录影可以继续录 没问题 好 现在先看你的念头 不要东张西望 练习一分钟 一分钟以后 我会敲引镜 现在不要想佛 也不要念佛 现在是先看你的念头 手机想的脸友 请慈悲地把它关掉 不要影响大众禅修 谢谢你的配合 开始 看自己的念头 好 谢谢你 好 眼睛打开 好 看着我 你会觉得心应该是比较亲近了 看到念头的时候听好 不管它出现什么颜色或是光 你不要理它 你就专注它 不要跟它跑 英文讲Don't follow them 不要跟着跑 你就注意你在念念头 好 现在请你拿念珠 你要左手跟右手都可以 拿108颗的念珠 没有拿的人呢 待会就数你的手指头 没关系 拿出念珠 然后小小声地念阿弥陀佛 待会我会敲影镜跟沐鱼 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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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亲爱听好 在念珠的同时 你的眼睛是可以打开的 眼睛可以这样子看这里 可以看平的 也可以往下看 也可以往上面看 没有关系 为什么要有这三种 其实这三个方法是在 要转换你的心 因为我们的心有时候盯着一个地方 久而久之你就会觉得暗暗的 所以你的眼睛可以看这样 也可以往前看 往下看 也可以平视 那你若是现在听经的人坐前面 对不对 你看的时候呢 你就看 你不要想 这个人头发真脏 今天没洗头 好错哦 对不对 不要想那些 你就是看在那里这样就可以了 那你也可以往上看 看天花板 这样子 然后呢 看的时候 眼睛稍微半壁 然后观想阿弥陀佛金色的 万丈金身 两三层楼一样 就像太阳一样 阿弥陀佛吐着金色的光 从嘴巴金色的光 照在你面前 照在所有的炼友面前 照在整个佛教青年红法团 当然也可以观想大一点 不过现在先锁圆镜不要那么大 好 那这样子来练习念佛 好 准备好了吗 拿你的念珠 好 声音大小你可以自己控制 没有关系 好 先把心静下来 知识做好 眼睛你自己决定 不要完全全闭 这时候闭的时候 有时候会产生幻境 拿你的念珠 念一声佛号你就按一下 也就是简单的做个结论 手按念珠 身是正直的 心是观想的佛像 嘴巴出声音念阿弥陀佛 好 开始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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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这样念佛 有没有很大的力量呢 有没有感觉 眼睛可以打开来了 放松 怎么样 这样的念佛跟你以前 念佛应该是感受不一样吧 或许有些脸友会感受得很好 有些脸友会觉得 好像也没有怎么样 没有关系 慢慢来练习 这是观外境 阿弥陀佛 放光加持你 第二个 现在介绍第二个方法 观内境 一样的拿念珠 念佛 还笑出声音 但你现在的念头 听好 不要看外面 看哪里 观自己的身体 我坐在莲花上 看幻灯片 就观想 自己坐在大宝莲花里面 莲花大概你一半 到你的胸部 你坐在一个莲花里面 这莲花什么颜色 你自己可以选 你喜欢红的 粉红的 紫的 五彩的 或金色的 都可以 但你就观想 自己坐在莲花上 然后呢 当你得定的时候 你可以观想 所有的莲友 每一个人 都坐在一朵莲花上 然后整个新加坡 全部都是莲花 待会我会解释为什么 是观想内境 然后 进背挺直 然后念珠 继续念 你的念头 观想 你坐在莲花里面 当然你可以说 师父我要想在莲花的底呢 或是还想在肚脐 也可以 你就观想说 我现在就坐在 极乐世界的大宝莲花 上面有刻着我的名字 这样念佛 好 试试看 哈欣 哈人 哈人 哈 哈太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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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好 眼睛打开放松 当然可以练习的话 你可以练习108遍 因为我这边时间有限 所以感觉怎么样 心有没有比较定一点 我想应该是有的 慢慢练习 为什么要教这么多方法 听好 是因为我们的心是无常的 它本来就会跑 那你要换各种方法 各种方法虽然换了 可是它修行的目的是没有换的 因为它都在念佛 而且比你以前嘴巴念佛 你心一直跑跑跑到哪里 你都抓不回来的 现在有一个所缘境 其实身端坐 你拿念珠 口你还是念佛 用持名念佛 可是意念你观想的话 你身口一加起来力量 是会更大的 这个方法是随时随地 哪个地方都可以练习的 再看下面幻灯片 为了多解释一点 所以这个在五台山里面 就雕五方佛 它画在莲花里面 我们往生极乐世界 花开见佛的时候 就是这样 所以为什么要观想 你现在就在极乐世界 你现在坐的地方 就是极乐世界的大宝莲花 这个也是一种禅观的方法 好 接下来再用第三种方法 我先说 但明天再介绍 刚才都是讲外面的 对不对 外面的佛像 现在讲身体 现在第三个方法 是你的心中 本来就有阿弥陀佛 《观无量寿经》不是说 是心是佛 是心做佛吗 第三个方法是 观想你的心里面 有一尊阿弥陀佛 往三百六十度 往外面放光 这样念佛 这叫更深的静 心的放光 当然你可能会问 师父 请问这个是不是 唯心念佛呢 是 但是现在还不是 唯心念佛 因为真正唯心念佛 它更深的 还有更深的方法 它呢 虽然是唯心念佛 但是呢 它是更深的静 从外面 内 以及你心间 所以 建议各位联友 念佛的人 你常常可以观想 你真的想以阿弥陀佛 你做你的老师 你真的要去极乐世界 你可以观想阿弥陀佛 在你的头顶 每天都头顶 头是这样像 或这样像 没有关系 一般都是这样往朝嘛 跟你腾个方向 你的阿弥陀佛 头顶在你前 然后你每天走路 做什么事 阿弥陀佛 你也可以观想阿弥陀佛 你也可以观想阿弥陀佛 在你的心里 为什么 因为你本来就有自信 弥陀啊 对不对 只是你没有方法 让他怎么样把你的心的力量给打开啊 对不对 所以第三个更深的静呢 是明天会教 就是观想你中间有一种阿弥陀佛 然后往外放光 这样念佛 不但自己可以得到很大的功德力 也可以利益一切幽冥界众生 也可以度六道众生 所以叫更深的静 请看一下幻灯片 我先介绍 明天再教 所以在我选了一张西藏的探卡 就是一尊佛里面 为什么还有一尊佛 佛里面有很多菩萨 因为一尊佛里面 它有无量诸佛的 在《花言经》里讲 一个毛孔里面有三千大千世界 都可以放光的 所以第三种方法是观想念佛 但是观你的心中 有一尊阿弥陀佛 三百六十度的放光 这个是今天要教的 好 持民念佛 明天再说 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们唱《乐章吉祥经》发愿文 刚才教的方法 要回去练习 好不好 不要急的说 我要念很多 念一千三千两声 英文讲 Don't focus on your quantity Focus on your quality 意思是说 专注在你念佛 每一声念得很清楚 观想得很清楚 而不要急的呢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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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完以后 你的心还是乱乱的 相信我 教的方法 你这样子修 不要讲话 你这样修 你重视一天念 二十一声佛号 我告诉你 你从早到晚都心很清净 比你念几千声 可是呢 虽然念了嘴巴 你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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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都一直往外看 然后呢 烦恼你是没有办法降服的 可是我刚才教你的方法 你说好好念好好念 等到真正呢 你念习惯的时候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贪心升起的时候 你只要一观想的时候 那个贪心就不见了 知道吗 所以回去练习 好不好 明天我们会继续讲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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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